这部经比较简单的就是 叫你观察五蕴身心 你如果对我不执着 但是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看到这部经 还是不容易找到下手处 有些人就是要讲详细一点 后面的比较会详细 但是我们就慢慢这样读 所以如是受想 行事无常 无常即苦 苦即非我 非我即非我所 这样去观 明真实正观 就是如实知 如实见 这个重点就是叫你要观 观五蕴身心 重点是这样 你不知道怎么观其实也很简单 你先不要管他无常无我 你先不要管这个 你先能观 然后 再能够真实做观 要先能观 然后才讲真实做观吗 你都不能观要怎么真实做观 所以你要先能观 习惯做观 佛陀曾经对比丘讲过 修行只有两种方法 一个叫止 一个叫观 在止中成观 在观中又成止 其实止观是互为运用的 那么先把你的心静下来 先把你的心静下来 好好看清楚 那有时候我们心很乱的时候也会这么想 让我静下来 会有副作用 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这里是从根本上 那我们当然说 我们说大部分的人这样真实做观 大部分的人还是不能观 但没关系 因为我们一直上到后面 不用一开始就都知道 没有办法那么厉害 但是你越来越清楚 你会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那我们说我们要先培养能观 你先习惯观察自己的身心 在你有烦恼的时候 在你有痛苦的时候 在你不安的时候 在你恐惧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的 就在你烦闷的时候 在你无聊的时候 我们一天会生起很多种情绪 那么这些都是 你想要去除的情绪 你不安 你恐惧 你迷茫 那你很烦恼 你很生气 你很怨恨 那么这些 当你 你先记得 先记得一件事 当你有一个很强的境界 一直影响你的心 如果他一下就过了 那你也不容易观 就是有一个很强的境界 尤其是一件事 也许是一个人 那么尤其是一个东西 它一直 长期困扰 影响你的心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取这个境来做观 那看看你自己的身心 怎么受它影响 先能观这个 你先这样做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 都有这些问题 每一个人 他可能有很多问题 也可能只有一两个 比较重大 他跨不够的那个坎 他跃不够的那个山 每个人都有好几座山 这个山是烦恼山 都有好几个坎 这个坎 就是烦恼坎 就是跨不过去 你到那里你就没办法 遇到这件 遇到这个人就没办法 遇到这件事你就没办法 遇到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 那么 你 第一个你有没有想要克服 因为他给你带来不安 带来恐惧 带来忧虑 带来烦恼 那你有没有想要改变 这是第一个 所以这个 佛法就叫做出离心 出离烦恼的心 其实是这样 你先要有出离心 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 慢慢养成普及心 我改变了 我促成别人的改变 这个就是 佛陀讲的制作 叫他做建作学习 那也是佛转法轮的三转法轮 此事到我已修 此事苦我已灭 此事苦努因之 此事苦我已之 他先讲我已之 然后告诉你 你应该要之 他先讲这个道 我已经修 然后再告诉你你应该修 他先讲 这个 生死 我已得解脱 告诉你你应该得解脱 他都是这样的 所以 菩提心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 出离没有什么 出离就出离三戒 出离三戒就是出离三戒烦恼 你只有出离三戒烦恼才能出离三戒 所以 这个 这个问题要先解决 就是说 你要先观察 第一个要能观察 能观察一定要养成一个特性 就是静下来的特性 遇到境界 起烦恼了 或是你不安了 你就会静下来 先静下来 这个就是定 你要先静下来 你也许很多方法静下来 也许念佛 也许念咒 也许念经 也许观呼吸 也许深呼吸 不管 你就先让你自己静下来 静下来之后 然后就开始做观察 静而后能观 那么你开始观察 这整个身心的状态 因为你正在烦恼当中 你开始 这个是什么烦恼 为什么这么烦恼 就好像 有的人在做梦 梦见被鬼追 很害怕 鬼一直追 一直害怕 停下来 我为什么要怕鬼 我为什么要怕鬼 鬼是什么 看清楚 我为什么要怕他 我没有你我怕他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鬼不见 你没有看到鬼看清楚的时候 当你想把他看清楚的时候 鬼就不见 当你很努力的要看清楚 恐惧是什么的时候 恐惧就不见了 真的 那你越害怕越跑的时候 越恐惧 越不安 越要逃避的时候 那么不安就会加深 可是 当你安定下来的时候 去看清楚 不安在哪里的时候 哪里就找到不安 就好像 你用那个水 一直搅那个灰尘 怎么这么脏 怎么这么脏 越脚越脏 你先静下来 看到那个脏是什么 慢慢那个脏就沉淀下去 它都是你的心相 现在要叫你 设受想行事 它都是你的心相 呈显出来的心相 那心相当然是由心信 那心到底有什么信 心无自信 哪有什么一定要这样的 没有 那所以我们 受想行 感受 情感的作用 那么 认知的作用 想 印象 认知的作用 行 觉着的作用 意志的作用 做决策的作用 那么这些包括事 事了别的作用 这些都是心相 那么由这一些 由这一些心相配合你的直取 就产生种种的烦恼相 怨恨爱惜 种种种这些 这些不够就是烦恼相之一 那烦恼也是心的作用而已 那你不烦恼也是心的作用 烦恼也是心的作用 它只是好跟不好 那所以 你 我们说 要观 无我 要解脱 要先从 无常下手 那无常 要先能够观 要先能够观 观无常 第一个是先观 然后 怎么观无常 其实是这样 所以 要观 一定要 真正的观 一定要跟定相应 那至少是未到地定 就是 无若观 无若会 所以 但是我们还没到那里 没关系 我们就 先 让心没有那么乱 所以 你不能观 主要是一与两种因素 调举跟昏沉 暗昧 心暗昧不明 然后散乱 所以你要先让心静下来 不管如何 当你在害怕的时候 当你在不安的时候 当你在烦恼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一直想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生气 或很不安 对于未来感到不安 对于过去感到恐惧 对于现在感到迷茫 不管 反正我们有很多情绪 那么 这个一直困扰着你 担心未来世界会大战 担心这个疫情没有办法停止 那担心这个怎么样 反正我们会担心很多 你开始静下来 想想 你在担心些什么 那这个心 为什么会这样担心 那这个是你能决定的吗 或是你应该要怎么决定 你能决定些什么 那么你好好把这些问题稍微 先能够想 而且冷静的想 不带情绪的想 不受过去未来影响的想 那么慢慢你就会叫做如实之 所以它叫做真实观 正观 实在的真正的真实的正确的去做观察 那我们为什么不真实不正确 我们受过去的影响 受未来的影响 受现在的影响 所以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我们都受这个影响 那么以至于 以至于我们做了错误的 判断 所以 那个决策者就是行 行就是决策者 省力决定动发 就动发生口开始执行了嘛 执行就造业了嘛 不管是善业恶业 他就是透过这个行 那这个行就是决策者 那这个行为什么会这样做决策 来自于受跟想 来自于他对境界 受想行都是对跟程式 六受生 六想生 六失生 这个后面会讲多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先讲 后面在读到的时候 我们印象就会深一点 然后反复的这样 反复的这样 那么我们就越来越深刻 那这里 只是简单的讲 所以他讲 无常及苦 苦即无我 无我即无我所 这里是讲非我了 其实就是无我 如是观者 明真实正观 圣弟子如是观者 于色解脱 于受想行事解脱 就是你不受身心的影响了 那么 我说是等解脱于生老病死 因为 五运他就是 他就是生 那么这个生一定会渐渐走向死 就是老病死 死了之后如果你没有去掉根本 他又会生 生又会死 就是这样生死死生 死生相续 那就变成轮回 那轮回 那轮回就在三界内 有时候好一点 有时候差一点 最差就在三二道 好一点 就在 就在这个无色界 离不开这个三界 那么无尽的生死轮回 那现在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根本斩掉了 他就能够什么 他能够解脱于生死轮回 那这个就是无我 那无我怎么来 无我从 无我从无常中来 那怎么观无常 看他的变化 看他的生命变化 心不断在变化 这个身体也不断在变化 你的感受也不断在变化 你不会一直在苦受中 也不会一直在垃圾中 就算你这一辈子都觉得很苦 那个苦的程度也不一样 他也是有生命 就算你一直觉得很幸福 那个幸福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 就算你一直在受苦 我手举手很苦很苦 我稍微放下来 别人有那么苦 就觉得热 就算你这个手提了50公斤 现在提 提稍微少一点 提40公斤 少了10公斤我就觉得好轻松 但是你还提着 那种感受是一直在变的 问题是 问题是 有些感受是你加上去的 所以你就会感到 加重 那有一些印象是你磕上去的 所以你就会加深 因为这样所以烦恼会加重 那通常都是这样 你没有看清楚而已 你现在 把它看清楚 先培养观的习惯 就是觉察的习惯 有觉察才能觉知 有觉知才能觉悟 这是三个过程 这不能改变 好 那所以 你一定能够觉察生老病死 悠悲恼苦 重点就是苦 这个也有很多解释 实际上 我们看就是 生老病死 悠悲恼 这几种苦 那都是由于五孕 生的苦 老的苦 病的苦 死的苦 这是 生命上本身会遇到的悲哀 生命上的悲哀 悠悲恼 愿正会爱别离 求不得 那这个也可以 当作是 悠苦 悲苦 恼苦 好 那再看 这个七十七月 第十七经 那这里讲的 差不多 一样 都是简单讲 五官五孕生心 那我们从这里知道 核心都在关这个生心结构 那生心怎么运作 烦恼怎么生起 烦恼怎么消除的 怎么消失的 然后才知道 要怎么样断烦恼 先要控制烦恼 然后再调伏烦恼 然后再断除烦恼 那这个过程里面 现在要有觉察 然后有觉知 就清楚的认知 要先能关 然后能关无产 后来能关无我 反正他就是这个 过程都不会很复杂 过程都不会很复杂 但执行起来 就稍微要费一点心力 就是这样 要有一点时间 就是你要有一点认真 一点坚持 因为所有的成就就来自于 相续 所有的成就来自于相续 相续 才能够 就是要长久如此 我常常讲要 如律思维 要受受思维 要相续 要专精思维 要有利 有利而且相续 那基本上 而且要清楚 这个就是定跟会 那 简单讲就是这样 好 我们往底下看 第十七经 一样 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 厌者不乐 不乐者解脱 那前面有讲 然后再把因缘带上去 第十七经 有一天佛在齐缘金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 这些比丘说 色无常 那么若阴若圆生诸色者 比亦无常 这个把因缘带进去了 这个色法 会变化的 我们的身体 这个色就指我们的身体 那么我们身体不断在变化 我们有时候感到苦 有时候感到热 有时候吃到好吃的东西 有时候吃到不好吃的东西 若阴若圆生诸色者 比亦无常 让这个身体产生变化的那个东西也是无常的 因跟缘 就是 因缘形成这个 因为这个比如说五印身心 是因缘合合的 这个我是色受想行是因缘合合的 就五印合合嘛 所以它是有缘有缘嘛 那么这个五印这个身体又是 各种 各种东西合合的 就三十二身分嘛 或三十一身分嘛 这个疲肉骨血 肝胆肾肺 这种种合成一个身 即使是肝 或是心 或是肾 它也是 很多的分子集合的 所以 就是说 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那合成这个身体的色受想行是若阴若远 生诸色 那也是五常 那么 这些色受想行是 也是五常 那么如果从色来讲 如果从色来讲 那么色是由眼耳鼻舌身合成的 那眼耳鼻舌身也是五常 就是 这个东西是五常的 合成这个东西的本身也是五常 简单来讲比如说 这盆花 这个是五常的 因为 没有多久这个花就凋谢了 这个杯子会坏掉 那这个花是什么 有很多叶子形成的 一片一片的叶子 还有这些形成的 所以这个花无常 所以 形成这个花的这些叶子 本身也是五常 其实就是这样 那就是我是五常 我所也是五常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若阴若阴若远生诸色者 一切都是因缘生的 那么鼻亦无常 无常阴 无常远 所生诸色 云和有常 那前面是从果 来讲到这个因 那现在是从因来讲到这个果 就是 你现在看到这个现象 它是因缘合合的 它是无常的 那么 既然它是因缘合合的 那么 它是无常的 无常因 那么本身 那么本身 这盘花 它的叶子 每一片都是无常 所以它才会无常 如果它不无常 那这个花就一直会存在 但是它是无常的 它再过一个月 这个花就会凋谢 所以 所谓的花是由这一些 比如说这里有五十片叶子 合起来的 它叫做这个叫做什么花 那么这个花 无常 所以这整个 整个所谓的花是由五十片叶子 合起来的 所以 这个叶子 从这样来看 这个叶子 五十无常的 那现在反过来讲 这个叶子既然都是无常的 那这斗 从五十个叶子合起来的花 怎么会是常的 好 那你把它放到五蕴来 你把它放到五蕴来也是这样 如果我是无常的 那 行程我的摄受响试是怎么会是常 那如果摄受响试是无常的 那我怎么会是常 我是摄受响试是合选而有的吗 他现在是 这样 这个逻辑上去推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你习惯上去看你的烦恼 烦恼也是无常的 你会看到烦恼是无常的 我都无常了 我的烦恼怎么会常 是不是 那其实就是这样 那既然 我是什么 我就是由我的身心结构合成的 那我的心是什么 我的心就是烦恼心多 如果我的烦恼心是无常 那我怎么会是常 是不是 这是我有种种种种的心嘛 所以讲五位七十五法这个嘛 这个是我 摄受想 行 是 这个是若阴若远 这个就是阴远合合成这个我 那么这个我 这个我 是无常的 如果 这个我是无常 这个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我就是这个 就像我们护国师 比如说这里 这里有五十个人来讲 这里等一下下课就没有人了 为什么 大家是从各个地方来合在一起起的啊 是因缘合合 今天上课时间在这里才才有这些人啊 那等一下下课就没有了 是因缘合合的嘛 那每一个人又都是因缘合合的啊 所以怎么会有这种常呢 没有 所以 这个我是无常 推论下来 那当然这个也都是无常 那么如果这个是无常 那这个怎么可能是常呢 这个没有啊 这个就是由这个合合而有的啊 色也无常 色也无常 想也无常 行也无常 事也无常 那我怎么会常 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认为啊 色是无常的 但受是常的 或是色受想行事都是无常的 但事是常的 就有人会这么认为啊 他现在告诉你 如果这个是是常 那这个我不应该是无常啊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色是常那个我也不应该是无常啊 是不是 是啊 所以 如果是我是无常那色准常是应该都是无常的 就好像说 就好像说好那 这个 这个 这个水果会坏 那包括水果皮 包括水果籽 包括水果肉都是会坏的 如果其中有一个不坏 那我们就可以讲 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坏的 那可是 这个东西到最后你都看不见 所有都坏掉 那怎么可能有留下一个不坏的东西呢 不可能啊 那既然 每一个东西都是会坏的 怎么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有 会坏的东西 组合成的东西是不坏的呢 那是不可能的东西啊 那你这样的思维方式再去看你的心 你的心有善心有恶心 无际心 有过去心有现在心有未来心 你再去看 这种思维方式啊 你再去看你就会发现到 是无常的 是无我的 就会这样慢慢去知道 好 那我们讲底下看 所以 如是受想形式无常 若阴若远 深知误事者 你的感受哪里来 所以你要先观嘛 你的感受哪里来 我们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执着 执着他的真实 执着他的真实 如果这个人带给我的痛苦 只有一秒钟 以后不会再有 老实讲你也不会太执着 那么我们执着就是他带给我痛苦 而且 他一直带给我痛苦 然后他以后还会带给我痛苦 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会把那个 第一个把他真实化 第一个把他夸张化 严重化 那么 其实是我们一直在让我们自己受苦 这个佛法叫做第二支箭 第一支箭也许是这个因缘让你造成的 但是 之后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因为你就住在那个境界里面 不管是苦还是乐 你就执着上他 你就认为他不会改变 你就认为他会一直带给你痛苦 你就认为他会一直让你这样 你也会觉得实际上他一直让我受苦 那实际上不是 他一直让我烦恼 那么你会认为这个是真实不虚的 你的感受也是真实不虚 那么对方这个让你烦恼的人也真实不虚 他让我起的烦恼也真实不虚 你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 因为你不知道改变 就好像你站在火旁边 那很热 那你又一直 拿个木头往火里丢 那你就觉得火一直热让你热 其实你没有去观察火会怎么一直烧 火会怎么一直烧 你的烦恼为什么一直在 如果你的烦恼叫做烦恼火的话 火为什么一直烧 为什么一直让你感到热 有没有可以火烧你不热的方式 有啊 你离开一点点的好了 你不要靠那么近啊 是不是 那你越执走那个心就你那个近越近 你越执走这个人 你那个心就靠那个火越近 假设 假设那个火 是一个人 或一件事 你想得越深入 你就靠得越近吗 你如果不在意 不在乎 你就离远一点吗 是不是 你心就 你心不在乎他 不在意他 你不就心离他远一点了吗 那你心很在意 你就离近一点了吗 那越近你越受的影响就越大 就很简单是这样 那你越你或是你没有改变他你就坐在那边等他改变 他会改变吗 不知道 但多数不会改变 但也有可能改变 也有可能改变 但多数不会改变 所以你必须要给予他 改变的因缘 就算改变不了他自己 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吗 你不能移开那个火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离开那个火吗 怎么离开 心不要在乎 不在意就是不执着 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你 错误的执着 你的方式错误对应方式错误了 那么这部分 很多人即使是听了一百遍 他也不会操作 为什么 其实不是你不会 你没有真心想要会 很简单的东西啊 你只要静下心来好好想这件事 但是我们通常都是 下完课就不去想这些了 下完课有下完课要想的事啊 这些事只在上课的时候想 我告诉你这样没有用 因为境界不是发生在上课的时候 境界都是在下课的时候 那你没有习惯发生事就想 你只有上课的时候会想 而且还要我引导你想你才会想 那这样没办法 你要自己会想 佛陀只做几次的引导 他不是一直牵着你的手 你跟着我走喔 没有 不是啊 他牵你一两次告诉你 你要自己学会过马路 有一天佛陀也不会在你身边 那一样的道理嘛 那我们不是在佛堂的时候 做官好好地想 也不是在上课的时候 顺着老师讲的话好好地想 这个也很重要 那这样只是要让你深刻而已 那你深不深刻要在境界限局的时候 你会不会用才决定你深不深刻 真的 好像是爱因斯坦讲过的一句话我忘了 他说 真正的教育 是你离开了学校 你还记得的东西 那成功的教育就是什么 你离开学校 之后 你自然就会的那种东西 因为我们离开了学校 之前背的公式 定律什么都忘记了 什么都忘记了 但是 你离开了学校 你还会的东西 那最成功的就是 你不用想你自然就会这样做的东西 那个就是 深入你生命的东西 所以你不用特别在做官 不用在作义 所以神通厉害的人不用在特别作义 他自然要有就有了 你佛法真正的很深刻到 他就在你的生命中展现 什么是佛法 不起烦恼就是佛法 起了烦恼 能够控制就是佛法 起了烦恼能够消除就是佛法 最厉害的就是根本就不会起烦恼 这种我们一般还做不到 那烦恼在什么时候 烦恼在境界起的时候 所以 真正 真正的诵经在什么时候 在起烦恼的时候 看你送的是哪一部经就知道了 对不对 看人 就是 在起烦恼的时候 看你是送哪一部经就知道了 你遇见一个恶人 你遇见了一个恶人 你还想度化他 我就知道你是送地藏经的吗 对不对 你看见人受苦 你就想要帮助他 没有关于菩萨告诉你 但是你就自然而然 我就知道你是送普门品的吗 对不对 你发生了很多事情 你心里面都不会受这些事情 人事物的挂害 我就知道你是送金刚经的吗 这种还用讲 那如果你在佛堂上 早上一部金刚经 晚上一部普门品 但遇到境界 你根本就不会处理 金刚经 不是你的 普门品也不是你的 你只是送经 而且 就好像 你在有水的地方喝水 没有水的地方你找不到水 那你有什么用 有水的地方 你大量的喝水 没有用啊 还是有用 但是只在那个地方有用 真正在沙漠里面你找不到水 你早就 你早晚会渴死 我跟你讲 你不知道找水的方法 那么很简单 你送这些经 就是要你拿出去用的 你的数学老师教你 2加2等于4 3加3等于6 5乘5等于25 你考试写100分 你出去买东西 这个 一包三块 两包多少块 你不会算 那这样 那这样我问你 你学这些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啊 就是考试用的而已嘛 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那你读这些经有什么用 你到底是读给谁听的 你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说功德在哪里 他改变了你什么 他成就了你什么 那么 这些如果你没有想清楚 就像我们现在读这个杂阿汗 听起来很高级 那实际上 受不受用 遇到境界才知道 你会不会想 如果你可以遇见事情 马上就想 佛说要关无常 我怎么关呢 那么 他原来没有 原来这个人不是这样的 后来变成这样 这个就是生了 那 然后 他什么时候会变成不是这样的 不知道 那么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他跟取决于我 那基本上是这样 他有因有缘的嘛 那你去观察这样 就是 我因为他这种行为产生了烦恼 产生苦 我苦是什么时候生的 为什么这样生 那么他会一直存在吗 佛说无自信的 是无常 他不会一直存在 那我要向他 我要让他赶快消失 要怎么消失呢 首先从心讲 第二个从静上讲 因为你以这个静 生起这个心 那么静 你可以促成他改变 但是他不会如你的意改变 但是心是唯一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但是也没那么容易改变 所以你要先看他 他到底 在 就是你自己在意些什么 为什么这么在意 那要怎么样改变 那改变自己的心 他有没有改变 我们不知道 但我确实因为这样改变 我没有那么苦 没有那么烦恼 没有那么执着 甚至我不但不应他这样烦恼 我还因为 我还因为他这样 我起了怜悯心 我觉得他很可怜 至少我会想 他不会想 至少我知道怎么样除苦的方法 他不知道 所以 所以 看来只有我可以度他 我应该有能力度他 所以我要赶快承接我自己 好来影响他 这个就是普门品 那么你 这个就是普提心 这个就是大悲心 这无形中就有信空会战 三星行六度就出来了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慢慢把佛法 稍微整合一下 然后 稍微要实际上运用 其实我觉得运用不难 你要先记得 所以要先受持 你第一个你对这个经 有体会 深欢喜心 然后你要 你相信这样做决定 第一个你相信 我真的照佛说的这样做 我决定可以得解脱 像这里讲的跟你 跟你讲的那么确定 色是无常的 你官无常你就可以得无我 得无我就可以得解脱 他讲的那么确定 怎么那么确定 但是对我们来讲 真的这样官就可以解脱吗 我们是有华语的 是不是 那到底要怎么关 我们是不确定的 所以你要把它弄清楚 你要把它 为什么要读 不然就读一经就好了 为什么要读 就是要把它弄清楚 反复的读 所以讲要 要读理思维 做做思维 尤其是 离开了课堂之后 通常第一个是 在课堂上思维 在佛堂上思维 然后之后就是 在静下来的时候思维 你动的时候 一般不容易思维 因为随着境界转 多数的人都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 有自己 空闲的时间 有自己安静的时间 坐下来的时间 要好好想 想清楚 那么想着想着 要习惯 能够用 就是 在动的时候 在动的时候 也能够想 这个就叫做 静中禅跟动中禅 禅就是什么 禁律呀 思维嘛 其实就是如理思维 禁律 它就是一种如理思维嘛 安定的如理思维 你在动中能够做这种如理思维 那你就是有动中的禅 但是大部分人要先在静中培养这种能力 所以你要先在课堂上培养这种如理思维 然后出了课堂 你还有这种如理思维 然后 通常是在静下来的时候 然后 在静下来之后培养到有力量了 在动乱当中 你还有这种思维 那么你就接近成功了 真的 如果你真的把每一件事情 都看到缘起 都看到无常 基本上你真的不会很执着 会执着但不会很执着 很快就会放下 很快就会放下 因为 你 第一个 我们讲 我们对一件事情所谓执着 是第一个 我们对它的价值 那么 举个例来讲 今天 一块钱丢在那里 你可能不会减 但是今天一千块丢在那里 你可能就会减 一个书业掉下来 你不管它 但是一张钞票掉下来 你可能就会去看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对每一件事情的价值认定不一样 它会影响我 第二个就是 它会不会一直持续 它会影响我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一天就坏掉了 没有吃就坏掉了 就是 拿出冰箱退冰一个小时就坏掉了 那已经坏掉了 或是说它很快就坏掉了 那么你也不会太执着 因为我就吃不下 但是如果说 这个东西是一块黄金 放了一百年 我一百年中随时都可以用得到 那么你就会很执着 就是 它一下子就不是你的 就是 它你只能拥有它很短暂的时间 所以我就举个例子 你有一百万 可是 只能借你摸一下 还是 给你给你 永有一百万 永有一天 还是给你十万 就给你一辈子 那你要一百万 一天还是 十万一辈子 那当然要十万 十万都是我的 对不对 一百万只有一天 虽然我一天有一百万 我不要 因为很短暂 那如果 这个人 不管是好不好 他都是很短暂 都是无常的 而且都没有决定的 那么你一定不会执着 这个一百万只借我一天 这个我不会执着这个 你倒不如给我一万块 我还觉得一百万还好 比一百万还好 为什么 因为是属于我的 所以我们的问题在于认为 它一直是这样 或是它的价值 我们认定是这样 那我们就会产生那种直取信 直取信从这边来 如果这个痛 非常痛 但是 痛过就会好了 你还是会忍耐 如果没有那么痛 但是一辈子都要这样痛 那我还是不太能忍耐 对不对 我一辈子都要这样痛 我宁愿要痛一次就好 那我会忍耐 痛一下过后就过去了 我不会太 太直取这个 所以 你如果真的能够看到它的无常性 其实你特别表现出来的新的作用就是 你对一切 你对一切都看到它的无常性 其实你就不会执着一切 真的 那即使是暂时永久 因为我们觉得 其实佛教主都知道无常 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无常是无常 它还有一些常在啊 比如说 无常嘛 一百年后我的生命是无常的吧 一百年后没有 但是这一百年是常的啊 对不对 至少它有一百年是保持的嘛 那所以它还是会有执着 虽然它知道无常 但是它习惯性执着那个常 我们是这样的 那它不是叫你都不要注意 都不要 都不管一切 不是的 它叫你不执着 它不是叫你不拥有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发生就发生 消失就消失 来就来 走就走 是这样就这样 是那样就那样 我们能够改变就不改变 我们不能改变 我们就随顺 这个东西本来就这样啊 那你慢慢慢慢清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就比较自在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无常 看到无常 那你常常观无常常常观无常 你久而久之再深入一点 你就能看到无我 真的 那么 无我就可以表现出来 你没有那么自私 从你没有那么自私 就会看到你这个人渐渐趋向无我 从你没那么执着 就看到你这个人渐渐趋向无常 其实就是这样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这个受惨形式都是这样 如是朱比丘 设无常受惨形式无常 无常则是苦 苦则是非我 为什么说无常就是苦呢 因为它会变化 不管是好不好 终究都会消失 那你说不好消失的不是好吗 因为最后面的最后面就是老病死 所以你一定会苦 那苦为什么就无我呢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苦有三个境界 苦苦坏苦行苦 那无常故苦是从行苦来的 因为他最终就是生灭生灭 是从这个地方讲的 苦 照理讲 有苦有热啊 怎么会都是苦呢 怎么讲诸寿是苦呢 因为 所谓的苦苦 坏苦 行苦 那行苦其实就是无常故苦 都是会变坏的 这个也是因为无常 这个就是因为 因为他生命生命 有围住行都是无常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从这些看 其实都是苦 就算是热也会变成苦 热会消失嘛 那苦他本身就是苦 重点是 这个是身心的感受 有所谓身苦辛苦 身心的感受 身心不外乎就是无孕 不外乎就是无孕 所以 所以说诸寿皆苦 那从 从这个众生来讲 三界六道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 苦苦坏苦行苦都有 色界坏苦行苦 无色界有辛苦 所以三界 因为三界都有轮回 轮回就是生灭生灭 三界 都有生轮回生灭 生灭 什么叫做轮回 轮回就是 不断的生老病死 生死生死 这个无色界 可能没有老没有病 那么但是一样有生死 生死死生 生死死生 不断不断的循环 那么无色界基本上 极尽了 他也没有什么热 也没有什么苦 但是 他还是有生死 那么他一旦从 无色界下来了 他就苦了 在定中哪里有苦 没有苦啊 那天人 天人 天人 玉界的天人 那么他也没有苦啊 但是他有老有衰 有衰 五衰象限的时候他就苦了 那在色界的天人他也没有苦啊 他产月为始伐喜 也不一定伐喜啊 就是定热 他有那个热 喜热 那出产就有喜热 三产是大热 他怎么会苦 他不苦啊 但是 大热消失了就苦啊 他不会一直在大热当中吗 没有啊 他没有办法一直在喜热当中啊 喜热消失了就苦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 他有时候无色界会掉到欲界来 色界也会掉到欲界来 那么欲界里面可能掉到三二道去 三界里面 欲界里面 有善有恶 善是人天 恶是三二道 所以他都有风险在 无色界一定会掉到欲界来 色界也会掉到欲界来 他不会往上 那么天也不会往上 他天也是会掉到 掉到人间 掉到人间来 这个天 欲界有人 有天吗 有人 哪有三二道 那么 天人会掉到人间来 那么 无色界色界也可能掉到人 或掉到天 直接掉到畜生道也有 比较少 那么 他就不断这样 那掉了 掉到这里就变苦了 就变成苦苦了 就变成苦苦了 那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坏苦啊 那如果掉到三二道就苦苦了 那即使没有掉下来 他时间到了他就会掉 他本身就是 辛苦 所以叫做无产故苦嘛 因为他不断在生灭生灭 所有的法 所有的法都有生灭向 详细说就是生住意灭 那他都有生灭向 生灭不断 除非你把这个生灭 不生不灭了 那么你就不苦 所以叫做涅槃嘛 生灭灭以极灭现前嘛 那么你不生不灭了 你就是入涅槃 入涅槃才不苦 所以苦的究竟彻底熄灭叫涅槃嘛 那你没有入涅槃之前 你都一直在苦当中的 你离不开苦的范围 只是暂时没那么苦 但是还是苦 就好像有些人怕热 没那么热啦 气温降个两度 他就感到没那么热就舒服啦 那类似像这样 但是还是苦啦 还是热 所以他这里讲 我们看 圣地子如是观者 当你这样观察 一切 都是无常 一切都是苦的时候 你就什么 你就不会执着 执着最大的现象就是追求 那么黏着 住了 就住 住就是 你执着上 那 因为你爱 然后 就 你想拥有 一直拥有 抓着不放 就有这种 有这种过程 有点像说好 你看见一件衣服 很漂亮 你喜欢了 看了很久 这个只是爱而已 那你后来 练着不舍 你就决定把它买下来 就买回家 然后天天穿着它 练像这样 它就特有层次 如果你紧质疑 我会喜欢 但是 就是你不会想要去拥有 那个又是 那个爱的层次比较薄一点 那所以他这里讲 这里讲到 如果你真的能够对这个 五蕴身心 观察它 五常 苦 那么你就会产生 这样观者 厌于色 厌于受想形式 什么叫做厌 厌不是讨厌 那 我们讲厌离说佛 不是讨厌这个世界 不是 厌就是不乐 不乐就是什么 不执着 你不执取 不爱乐 不贪婪 你不贪婪 你不会贪婪执着 一定要拥有 没有拥有 你会难过 有这种过 有这一种 叫做 叫做执取 所以 假设 你对这个世间 因为这个世间 主要是五蕴世间 主要是你的身心 那么你不会执着你的身心 因为我们通常会造恶业 造善业 都是为了我们这个身心 比如说你要 我们所谓要过生活 幸福的生活 那有些人为什么会去 有些人为什么要去偷 要去骗 要去抢 要去害人 为什么会造这些恶业 因为他要满足他自己 他自己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满足他的身心 他要吃 他要住好的房子 那么他要吃好的东西 要穿好的衣服 他要 他要有好的 好的这个权力 大的权力 种种这些 不过就是为了这个身心 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个身心是无常的 是苦的 你就不会 想尽办法 处心积虑 那么 来满足他 不会 所以 你只是借着他修行 那么你不会 为了满足他造恶业 不会 所以他说 厌者不乐 其实重点就是 不喜爱 不耗药 不止取 不贪爱 那么不乐则解脱 那么解脱就有解脱之鉴 什么叫做解脱之鉴 就是自知自鉴得解脱 叫做解脱之鉴 那解脱之鉴是什么 怎么自知怎么自鉴得解脱 有哪几种可以知道 你是得脱的 我生你去 犯生于利 所作于作 自知不受后有 就是这四个 我生已经犯生于利 所作于作 不受后有 就是 你如是知 如是鉴 我这一生 最后一生 已经到尽头了 如果你还有下一生 那就还有轮回 如果还有下一生 就还有轮回 所以 这一生是最后生 那 清静恨 犯恨就是清静恨 我就没有烦恼 烦恼已经断尽了 犯恨于利 就是我已经断尽烦恼了 如果还有烦恼 那你还要有生死 如果还有烦恼 你就会有生 所以他已经没有了 那已经烦恼都断尽了 如果你还有一丝烦恼在 你对欲戒还有一个贪心在 那么你就会生欲戒 你对色戒还有一个贪心在 你还会生色戒 你对无色戒 你对无色戒还有一个贪爱在 就欲贪色戒无色戒吗 你还会生无色戒 现在都没有 最维系的烦恼 你还有一丝丝维系的我慢 你还会再来 你还有后有爱 那么你还会再来 现在把这一些 最细的烦恼都断了 何况是最初的 最细的烦恼都断了 那么所以叫做犯恨以利 都已经建立了 你已经建立清静恨 就完全断尽烦恼 犯恨就是清静恨 那所做一做 应该做的你都做了 应该修的你都修了 那所以 不再 不再轮回了 不受后有 后有就是 你会再出生 也许是欲有色有无色有 出生在欲界叫做欲有 有就是一种存在 那你不会再有 我们叫做四生九有 那种有就是一种存在 或是二十无有 或是三有 欲有色有无色有 或是说 生有中有 老有 时有 这种都是一种存在 好 那不受后有 就未来不会再 再轮回了 好 那这个是第十七经 一样是叫你关无常 不过在关无常的时候 你关到这个我我所 因缘生的 因缘生法 所以无常 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 时间很快 第十八经 我们下午再讲 下课 我说这个是什么事 我这次来说是什么事 我们下午前想要求 有点想要求 我们下午前想要求